Odia Jungle 德国人这是迟早要玩了吗?为什么其他的124架台风战机不能进行作战了呢?据悉,问题出在战机的压抑,即战机前之遇上的一个部位,BUS防御辅助此系统,这个系统主要起一个示警作用。 就当有导弹袭击战机,或存在其他对战机有威胁的因素时,该系统就会作出警告,这样飞行员也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危险。 但是在半年前的检测中技术人员发现,因为该设备在使用后,未进行及时正确的冷却处理,使得敏感的设备被损害,从而无法正常工作。 如果战机去执行作战任务,那就只能是人家打你一拳,你打人家却打不着的局面,说巧也巧,维修该冷却系统的部件没人生产了,因为原本生产该部件的公司被卖给了另一家公司,这就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,修还是不修,怎么修? DASA损坏只能算是德国战机无战斗力的原因之一,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,导弹不够了,德国的战机是欧洲台风战机,使用这种战机的国家很多,而且使用的数量都不是一台两台,动辄几百台,这就使得适配台风战机的空队导弹需求量很大, 往往供不应求,德国也没法自己生产,这就导致军方无法按时获得理想数目的导弹,进攻没有导弹,防御没有GAS,那德国的台风战机除了用来训练还能干嘛,几乎丧失空中战斗力的德国,也就没法执行相应的北约义务了,德国是真的不行了,还是另有所图,一方面,德国的台风战机,是真的没法修了, 但是他要是真想要能作战的战机,没法修再买步就行了,可德国好像并没有这方面的意图,另一方面,在北约体系内的国家,往往穷兵独武,在军事方面花钱如流水,德国正好趁战机坏了没法修偷偷闲,不砸钱拼命发展军备, 把钱用在科研上,科研上去了再带动经济发展,这可有利可图多了,再说,德国也不怕别人打他,毕竟作为北日议员和西方主流国家,哪个国家会去侵略德国,德国可以说是能高枕无忧的搞科研了。